Yo 欢迎来到能走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双SPO Ranger的实战测评 在测评开始之前 还是要提醒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新观众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或者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 老观众也可以先长按点赞支持一波 首先简单看一下外观 这双Ranger可以说看起来比不克一代更不像篮球鞋 而且我觉得这次它也没有在外观上做的特别像之前的某些鞋 所以如果屏幕前有大神觉得它制定了哪双鞋的话 可以在屏幕里或者评论区留言走一波 而至于它整个的外观设计 最显眼的肯定就是外侧的大泡棉 这里做的真的非常款特别的夸张 所以我相信对于这双鞋 大家对它外观的评价肯定也是两极分化的 如果你觉得外观很特别有点意思 甚至还有点帅可以打个1 如果觉得特别丑接受不了可以打个2 另外单独说一下鞋盒 它做的也挺有意思的 它打开之后是这样翻开的 里面还有两个网布袋 然后鞋是这样对着扣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心思的 另外在造型上 这双鞋确实也是有一定穿搭属性的 而且我个人感觉它还是挺适合 配那种宽松的裤子的 我也找了几条 上脚试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效果 不过我手里这个黑黄配色 还是比较偏实战化的 未来其他的配色可能会更适合穿搭 来到实战部分 我们首先还是来看它的脚性适配 这次的Ranger 我认为在鞋楦上做的确实挺不错的 而且跟他们之前的鞋 比如说Player 1 Player 1 Plus相比 进步真的是不小 我上脚穿上去之后 感觉整个鞋面跟脚是很贴合的 尤其是脚趾上面 这次压得足够低 上面没有什么多余空间 从侧面也是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下落弧度 然后就是它的插入是中底 之前我也讲过 它的边缘做得很厚 穿上去脚趾周围有异物感 有点膜 但这次很明显 它把边缘做得非常非常的薄 跟周围的中底 鞋面结合得很好 同时在脚趾尖这一片 可以看到 它放得很宽 脚趾踩进去很舒服 并且它整个鞋楦也是宽窄适中的 所以在吃马选择上 我认为还是按正常马选就可以 我平时Nike44半 约10.5 这双鞋也是一样 不过在球鞋中段外侧足弓的部分 一开始是感觉比较窄的 实战初期也会有勒的感觉 这是因为它本身的鞋楦中段外侧就不宽 中底外侧还有上翻定位 也是侵占了一部分鞋内空间 其实我觉得在已经有了外侧 特别明显上翻支撑的基础上 插入式的中底 就没有必要再做上翻了 两者取七一就完全足够 一起来就稍微有点过了 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可以磨合的 而且磨合的空间主要是 在球鞋的外壳这块泡棉上 我是穿了两场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然后在鞋面部分 这次用了一个全反毛皮的材质 它的外层是比较薄比较软的 然后在周围的这一圈里面有做加固 这种皮质的好处就是会越穿越舒服 越穿越贴脚 所以在初期就足够舒服的基础上 它的舒适度还有进一步的磨合空间 最后看一下足底侧 在足弓支撑部分没什么问题 它的插入式中底做了明显的内膏外低 中段的隆起弧度可以给到非常好的贴合感 足底筋膜下面是被承托的很舒服的 然后在外侧虽然看起来加宽相当的夸张 但事实上下面这里全都是挖空的 穿起来跟正常的球鞋并没有区别 外足弓也是可以正常下放的 静态下足弓感受是很平衡的 然后来到跑动表现 它的中底外底结构看起来很特别 尤其是这个宽度看上去特别的夸张 但事实上它只是看着比较离谱 实际穿起来其实挺自然的 尤其是它的后跟适配结构相当有意思 不知道屏幕里能不能看得出来 它的整个后跟上下部分 其实是有点拧着来的 首先领口是不对称的 斜帮外侧低内侧高 然后它的中底外底是往外这样翻起来的 在外侧做了切槽还有小延伸 然后在内侧橡胶上翻幅度更大 在这里做了一些三角形的稳定结构 所以相对来说后跟外侧就更容易形变 这就很好的适应了后跟外侧线出地的步态 整个后跟并不会相对下直立线出现偏移 也没有多于内外翻的问题 然后在前后过渡上它也是非常流畅的 前后都有弧形上翘 然后中段是全屏贴地的 而且它整个外侧边缘的过渡在突破当中 是非常丝滑的 这个我确实没想到 因为它看起来确实不像一双过渡很流畅的鞋 这个主要也是因为它实际的外底轮廓是挺正常的 在这里是凹进来的 这块夸张的泡棉材料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干扰 同时整个外底边缘都做了比较圆弧化的处理 所以它跑起来还挺轻松挺顺的 不过就像刚才说的 它在一开始确实会有勒外侧足弓的感觉 如果把鞋带整个都系特别紧的话 会勒得很难受 感觉脚都不过鞋了要麻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无非就是把中间这两对鞋带孔 最开始先系得松一点 这样就能尽快地把外侧这块给撑开 之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过由于中间这两对都是条带的鞋带孔 所以如果这里松一点的话 鞋带就会跟上下的鞋带孔产生串动 造成后面不跟脚的问题 但是只要经过差不多两场左右的磨合期 鞋带就可以正常挤紧了 整个后跟的锁定也没再出现任何的问题 然后在重心的感受上 这双鞋是有一些偏高的 明显不像之前的Player 1那么贴地 不过它前掌的场地感还是OK的 一点都不模糊 整个中底的脚感踩起来比较整 这个也是因为插入是中底 边缘的结构做了优化 所以跟鞋内的对位就更准 受力的时候相对的串动就变少 然后在这个中底的下面 它也有防滑的橡胶 它跟中底部的摩擦是很大的 我实际穿下来没有任何打滑的问题 不过这个插入是中底在走路的时候 那种嘎吱嘎吱的一响还是挺大的 因为这个插入是中底 边缘的超级界材料都是裸露的 跟球鞋外壳一摩擦 就会出现这种声音 然后再回到它的前掌 弯折度和弯折点都是没问题的 整个前掌的外底造型也很圆润 然后重点是超级界中底真的非常弹 回弹速度很快 所以启动的反应还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来到横移表现 首先看一下球鞋的外底 它的纹路真的很不错 你就可以把它看作是非常粗大的人子纹 并且它的用料非常厚 材质很硬 所以内场外场都可以打 并且它的纹路中间都是加了很多的这种切槽 所以我实际体验下来 抗灰尘能力很不错 不过这种比较硬质的外底材料 它的问题就是比较怕反潮 相对灰尘来说 它更怕潮湿 所以南方雨天穿着打木地板就不太行 然后前掌侧向登地的感受 算是这双鞋的亮点之一了 它在内侧是非常大幅度的橡胶上反 配合纹路上反 内切的弧度是给的比较激进的 脚在鞋里踩的位置相对靠边 所以发力时触地角度是非常好的 登起来很有劲儿 中底实际重心比较高的问题 在登地这个环节上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然后在横移锁定性上 中底上表面是有这些压印的图案的 可以给到相当不错的防滑效果 然后它的鞋面整体锁定做的其实非常到位 刚才说了它的皮质很软 但是在开口的这一圈里面都有非常结实的人造格做架固 开口的两边是非常结实的 横移的时候不会产生串动 两侧的鞋面在前后方向上抗反折能力都很强 然后它在中段还有这么大的一块泡棉上反 所以就让它整个中后段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全力登地的时候整鞋几乎没有什么形变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样的人会觉得这种支撑极限不够 同时这种立体上翻 对球鞋整体的抗扭刚性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再加上中足部分 还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立体TPU 所以实际的抗扭转强度也很好 并且面向的时候一点都不死板很灵活 所以这双鞋虽然看起来像是比较笨重的那种 但实际上却是非常适合各种横移边向以及后车步动作的 然后来到弹跳表现 这双鞋真的其实也挺好跳的 我第一次穿这双鞋是一个全场 刚开场第一球就来了个抢断快攻扣篮 而且还是在身体没有完全热开的状况下 不过这个球我扣的时候感觉扣得挺好的 但露出来发现效果相当的差 感觉都不如一些普通的上蓝效果来的好 就是因为我快攻扣篮的时候 经常会从篮筐的后沿 也就是靠近蓝脖子的地方扣进去 这样从左后方相机拍过去的话 看着就不像个扣篮 所以我确实得改进一下 好多扣篮录出来效果不好 真的挺可惜的 以后得记得要么把相机放到另一边 要么扣的时候尽量从前沿扣进去 当然这都是题外话 我们还是说过这双鞋 我觉得它好跳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的后跟真的非常好踩 这种看着比较扭曲的结构 还有外侧的引导设计 简直就是为了后跟制动而生的 踩起来真的非常的稳 一点都不晃 而且它的中底还很弹 中段的过渡啊 力传导啊 这些都没问题 而就是这种从制动到离地过程中的稳定性 对于快攻扣篮这种攻况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并且我在穿这双鞋自己练扣篮的时候 状态确实也非常不错 不过说实话 这双鞋确实没有Player One Plus 跳起来那么的炸 它相对来说还是没有那么的轻便 会有一点点坠脚感 不过总体在极限弹跳上 这双鞋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然后再来到前掌呢 投篮也是很稳的 整个发力时触地面很宽大 在内侧也有足够的支撑 不会左右来回乱晃 力量也是非常容易集中向上 接下来呢 在落地缓冲上 它的这种非常厚实的超临界中底 可以给到非常高的缓震极限 而且脚感特别的弹 穿着很爽 另外除了插入是中底 它的框架在下层也是有一层泡棉的 所以这也是比较有效的增加了一些缓震极限 最后在落地防侧翻保护上 这双鞋的极限同样非常的高 外侧有足够的加宽外扩 静态模拟内翻阻力也很强 并且由于都是泡棉的上翻 没有硬质的TPU或者橡胶的加固 所以它踩起来是很自然的 没有任何生硬的感觉 另外这个特别夸张的泡棉外扩 也并不是摆设 它也有一定的功能性 就是在你要崴的时候 这块材料可以顶在地上 让你躺在这 不会直接一下翻过去 这个设计关键时刻 真的是可以用来保命的 它稍微给你多这么一下支撑 就相当于给了你多余的反应时间 当你落地时 发现脚底下不对要翻 你就来得及马上顺势倒下去 同时它的这个位置 对于实战的动作来说 是完全不干扰的 所以这双鞋就特别适合 追求保护性或者脚踝有伤 怕崴脚的人穿 我们来乘个体重 44.5码右脚单只 464克 左脚454克 这个重量当然肯定是偏重的 不过实际的体感也还好 并不会觉得很重 但是外侧由于多了这么些东西 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存在感 然后透气性就普普通通了 整个鞋面都是皮质的覆盖 透气性主要是来自鞋舌和汪眼内靴 然后在耐久度上 这双鞋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外底刚才说了 能内能外 而且非常的厚实 在外长也是很耐磨的 甚至打粗糙的水泥地 也没有太大问题 然后在性能上 超连接中底耐久也不用担心 鞋面在关键部位也都有补墙 并且这种皮质的鞋面 还会越穿越舒服 越磨合越好穿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种翻毛皮材质不太好打理 粘灰之后容易显脏 另外中足的TPU位置比较靠下 所以在变相的时候 这两个角是会磨到地上 造成一些痕迹的 最后简单总结下这双Ranger 它的主要优点是 极限真的非常高 并且综合的运动表现也很强 跑动 横移 弹跳都没有明显的短板 并且整体的耐久度也很高 这些缺点呢 首先是外侧足弓 在初期会有勒脚的感觉 这个是需要两场球左右来磨合的 另外就是自重偏大 并且大幅度的泡棉外露 会导致球界整体的重心偏下 穿起来会有一定的坠角感 最后就是反毛皮的鞋面材质 比较难打理 后面如果会有其他材质的版本的话 可能会更好 最后在适用人群上 我觉得这双鞋还是比较全能的 各种位置的打法都没什么问题 而且也不调技术水平 低强度 高强度都能打 尤其是和平时打球强度大 对球鞋保护性 还有侧向支撑极限要求高 同时又追求球鞋运动表现的 钢炮型球员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Ranger 实战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就别忘了点赞 关注 支持一波 有任何的看法或者实战感受 也欢迎留言讨论 视频的最后 还是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 这次是三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